大家好 我是老蕭 大家好 我是泡芙 今天呢 我们要来介绍一款车 老蕭个人认为它在这个市场上 是被忽略的好车 就是BMW G30的530 好像市场上比较少人介绍G30 好像都是大多数都是在介绍 E-Class比较多 没有错 我们先来欣赏它的外观 这是一台BMW日规外汇 G30 530 M-Sport版本 全车M-Sport套件 而且全新的车身设计 所以车重就比前一代F10 大概少了100公斤 少了100公斤 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等于少了两个多的泡芙在车上了 所以泡芙你是几公斤 我跟你说新的5系列车好像鼻孔比较大 而且鼻孔盖是喝起来的 它这个新科技叫做主动导流 在我们水箱护照的通风炸 它目前是关闭的状态 其实它在冷车是关闭的 它只有在热车的时候才会开启 其实它最主要有两个功用 第一个功用就是加速我们的引擎 到达工作温度 第二个功用就是当我们在行驶的时候 它的风会从这边进来 导流到它前轮轮拱下方 去散热我们的刹车 让我们的刹车更为灵敏 而且它的大灯 好像跟之前的长不太一样喔 LED转向智慧型头灯 在原厂的选配是10万零2000块 其实这组头灯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我们的方向盘转向哪边 灯光就照向哪边 所以我们的前方都会非常的明亮 那么智慧型头灯呢 平常我们打远光灯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自动去侦测 你与前方车辆的距离 当它发觉前方有车辆的时候 它会自动去遮蔽灯光 不会去刺伤前方车辆驾驶的眼睛 不得了了 这颗引擎呢 它是全新的引擎B48 2000cc四缸加涡轮 基本上它就是把B&W 之前所有的科技呢 把它结合在一起 调教出一颗新的引擎 它结合了N53的缸内直噴 又结合了N52的可变正时 还有可变气门生成 又把前一代的N20的引擎 把它刚径变小 轴距变长 让它的震动以及噪音都变小 而且扭力更容易输出 它可以提供252匹的马力 还有35.7公斤米的扭力 超强的 后视镜的上方有个三角形 代表这辆车呢 它有选配的盲点侦测 那前面这个小镜头是什么作用呢 它有缓紧的功能 哇 这辆车有脚踢尾门耶 真的耶 而且空间很大对不对 真的可以塞两个半泡芙耶 所以这台车能够少100公斤 就是少了两个半的泡芙 所以泡芙你是几公斤 我不想说 我不想说啦 这辆车呢 它还有选配了后轮转向的系统 在原厂的选配呢 要83000块 BMW的车子呢 如果你有选择了 后轮转向这个系统呢 基本上你的回转半径 会变得更小 在抄架起来 车辆会变得更灵活 哇 这里面真的好豪华喔 其实女孩子看车呢 就是要看这些小东西 感觉就非常漂亮 嗯 车内的这些氛围 跟前一代的F10来相比 差距不会太大喔 它这样子的设计 在外面的评价是两极化的 有一种说法呢 就会觉得说 明明是一台新车 为什么它的变化不大 对于BMW的老车主 换来新车的时候呢 我就很容易上手 因为它车内的氛围都一样 BMW本来就是以性能为取向的 所以实用是最重要的 像这个Ansport的椅子 它两侧有夹景功能 汤姆个人就觉得 这很实用 其实它还是有结合 非常多的新科技在这里面的 我们来举例好 就说这个萤幕 如果你有看过汤姆克鲁斯 他有拍过一部电影 叫做关键报告 它在上面呢 会这样比来比去 然后萤幕就会跑来跑去 其实呢 BMW它也有把这样的科技 融合在这里面 如果你有选配到这个功能的话 你真的可以玩玩看 我们看到它方向盘的部分 M版的方向盘 其实它的握感就是比较出的 方向盘的左侧呢 它已经把这辆车的5AT跟车系统 它把它整合在我们方向盘的左侧 就可以操作它了 你的车道维持包含你以前车的距离 从这边就可以控制 非常的方便 数位仪表板呢 依照你的动态模式的不同 它的颜色会变化 它还有选配了抬头显示的系统 泡芙你现在也没有看到 没有 对没有错 你看不到是正常的 因为只有在驾驶座 这个位置呢 你才看得到它的抬头显示 这辆G30呢 它也有选配了遥控器 那它要怎么充电呢 除了USB之外呢 在中央安卓的地方 它这边也有设计 它可以充电的 你只要放过来 然后变成蓝灯 它就在充电了 它除了遥控器可以充电之外呢 我们的手机如果有这个功能 它也支援的哦 泡芙你的手机来试试看 哦 好 诶 充电了 我们现在是用到Sport的模式哦 你自己开的感觉是如何呢 我觉得它的扭力很足 所以吹油门的时候 就很顺的出去 换挡也很顺 它动态平衡也很不错 就是不会放来放去 我们在转弯的时候 它是比较不会做晃动的 嗯 这个感受还蛮明显的 那么我们刚才在做这个Sport的操架 它的这个底盘的回馈也是比较硬的 以为我们在做外汇车中午车 因为毕竟它不是新车 其实我在看的重点是 它底盘的回馈 它有没有异音杂音 像这台车哦 跑了一万四千公里 但是你可以去仔细听哦 它的底盘的回馈是非常安静的 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反差比较大的 我们来弄一个ECO模式好了 泡芙你自己在开 你觉得它有没有缺点 它就是太安静的 安静到开就觉得 不在自己在开车 哦太安静是不是 我有点不习惯 如果是喜欢安静的车子 我真的觉得这来的不错 因为安全性不够 B&W的G30 530 在新车的空车价是339万 我们不要讲530啦 在总代里520 285万 哦 如果你不嫌弃它是一辆中午车 只跑了一万四千多公里的话 现在250万都不到就可以拥有它了 喜欢吗 赶快来找老乡哦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